第三讲,基本图形的编辑,我们的学习目标需要掌握各种选择图书的方法,掌握各种编辑二维图形的方法,掌握各种转换几何图形的方法。 好,我们首先打开MaskChemX5软件。 首先,我会给大家讲解删除和还原。 在这里,我们先打开母文件。 好,我们找到我们MaskChemX文件夹。 我们打开第二讲中综合运用实例。 好,首先,我会给大家讲解删除指令。 删除指令,在工具条中我们可以找到,而在编辑删除,也可以找到删除图书。 好,首先,我们演示一下删除图书。 删除图书,我们可以选取单一图书,或者是多个图书。 好,首先我们选择单一图书,然后点击删除。 这样我们就将不需要的图书,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多个图书,以及多个种类的图书。 好,我们点击删除,这样我们也删除了图书。 删除还有,删除重复图书。 删除重复图书,是指我们可以删除重复的点,直线,圆乎,曲线,尺寸标注,注释文字,延伸线,曲面,实体等。 好,我们取个例子,例如我们首先绘制一条直线,然后我们在该直线的基础上再绘制一条。 好,确定。 下面我们点击删除重复图书。 好,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重复绘制的直线就将被删除。 好,我们点击确定,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只剩下了一条直线。 这是删除重复图书的用法。 下面我给大家讲解还原图书。 还原图书,其中包括了恢复删除,恢复删除指定数量的图书,恢复删除限定的图书。 好,我们首先讲解恢复删除。 好,首先我们先简单绘制一条直线,然后将其删除。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恢复删除。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删除的直线就将被恢复。 恢复删除是指,每单击一次将恢复最近一次被删除的图书。 而恢复删除指定数量的图书,是指我们可以指定我们删除的次数。 例如我们可以先选择该直线删除,再删除一次。 再删除一次。 好,接下来我们点击指定数量的删除恢复。 我们可以输入三次。 好,我们点击确定。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进行的三步删除,全部被恢复。 而恢复删除限定的图书,是指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进行种类的选定以及设定。 例如,我们可以设定直线圆乎曲线的恢复。 也可以进行各种颜色层别宽度的设置。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将所有的恢复。 好,我们删除。 接下来,我再讲解修剪打断延伸。 该指令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指令方式。 好,我们首先删除该图书。 下面我们绘制不同的直线,进行相交。 好,我们点击修剪打断延伸指令。 首先,我们选择修剪移物体。 好,我们再绘制一条直线。 我们选择修剪移物体。 好,我们选择直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将该直线延伸至我们绘制的直线上。 好,这就是修剪延伸打断中的修剪移物体。 而第二个是修剪两个物体。 当选择修剪两个物体时,我们可以依次选取两个物体。 而需要删除的,是我们未点击到的。 而点击到的是我们的保留侧。 好,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点击需要保留的一侧。 选择另一条。 好,大家可以看到,没被点击到的,就被删除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下一个指令。 是修剪三个物体。 修剪三个物体是指我们可以选择三条直线进行修剪删除。 好,我们选择第一条。 选择第二条。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三条直线的修剪。 而最后一个是指的,分割删除。 该指令运用交为广泛。 好,我们可以任意的进行修剪。 好,我们可以点击该处进行修剪。 该指令与之前指令不同的是,我们需要删除就点击哪一侧。 好,这就是刚刚讲到的修剪打断和延伸指令。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平移之令。 平移包括动态平移。 平移以及3D平移。 首先,我给大家讲解动态平移。 好,我们删除图数。 首先,我们绘制多边形。 好,我们绘制九边形。 输入外切元为100。 好,下面我们选择动态平移。 选择九边形。 点击结束选择按钮。 好,我们指定远点。 好,我们控制拖动进行移动。 动态平移是指我们可以将图形任意的平移到某个位置。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输入的方式进行平移。 平移,我们也可以选择复制式平移。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就复制了很多的九边形。 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动态平移。 好,我们删除图数。 下面,我给大家讲解平移。 首先,我们点击平移指令。 选取要平移的图数。 在平移对话框中,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选择移动复制连接。 移动是指我们只将该图数移动到某个位置。 而复制是将图数复制到某个位置。 好,我们选择移动。 移动,我们可以选择输入坐标点的方式进行移动。 也可以选择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方式进行移动。 好,我们选择从一点到另一点。 我们选择了平移的起点。 好,我们可以选择结束点。 好,大家可以看到。 图形就将从一点移动到第二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输入坐标的方式进行移动。 我们可以输入 X为90 Y为45 好,大家可以看到 图形就将从 该位置向硬的移动到 45 以90的位置。 我们还可以通过输入 长度的方式 进行移动。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将图形进行了移动。 而 3D平移 是指 我们可以将 模型进行移动到不同的平面上。 好,大家可以看 现在是 等轴侧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俯视图 再看一下 前视图 接下来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3D平移 3D平移 是将图形 移动到不同的平面上 好,我们选择 9边形 我们选择 复制的形式 我们选择 结束视角 为前视角 好,我们点击 确定 然后我们 点击 等角视图 大家可以看到 好,现在是 位于 辅助视图 以及 前视图 都有一个 九边形 这就是说 我们将图形 移动到了 前视图上 好,这就是 3D平移 好,接下来 我们点击 顶视图 删除 前视图 九边形 好,接下来 我为大家讲解 镜像之类 好,我们 首先绘制 另一直线 我们点击 镜像之类 选取 我们要镜像的 图形 结束选择 镜像 我们同样可以选择 移动 复制和连接 好,在这里 我们选择复制 镜像 我们可以 运用不同的方法 进行镜像 我们可以选择 X轴 Y轴 以及 角度 我们可以输入 90 还可以选择 直线 还可以选择 从一点到第二点 进行镜像 这都是不同的镜像方式 好,接下来 我们讲解 比例说放 比例说放 是指 将图形 进行一定比例的 放大与缩小 好,我们点击 比例说放之类 选取图速 结束选择 在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移动 我们输入 比例 0.5 好,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 图形 就将减小 0.5 当然我们可以 选择 复制的形式 便于观察 我们输入 2 好,这样 就可以看到 我们将图形 进行了放大 好,下面 我要讲解 移动到原点之令 移动到原点 是指 我们可以将图形 移动到 系统的原点 好,我们选择 平移的起点 好,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 我们就将图形 移动到了 0点 我们可以 进行捕捉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 位于 左上方的 坐标栏 是X0 Y0 以及Z0 好 下面 我们讲解 串联 补证 所谓的 串联补证 等同于我们 R2CD中 偏移指令 好,我们可以 选择该指令 好,我们选择 串联的方式 进行选取 我们选择 Y 好,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图形 就将向外 偏移一定的距离 当然在这里 我们可以输入 距离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将图形 缩小到了一定的程度 这就是我们偏移出来的 图形 单体 补证 单体 补证 是我们可以选择 一个边 进行补证 好,例如我们输入 25 选择 补定方向 好 这样我们就进行了 单个图速的 补证 好,我们删除图速 下面我再讲解 阵列 好,我们点击阵列 指令 我们选取 图形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数量 我们选择 五个 距离 我们输入 150 在方向二 我们同样可以输入 我们输入 三个 距离 我们同样输入 150 好,我们增大 距离 增大为300 当然我们在这里 也可以输入一定的角度 例如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 通过阵列的方式 阵列出来的 图速 好,我们删除 图速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 讲解 综合应用实力 我们通过绘制 调勾图形 进行为大家讲解 好,我们放大图片 好,下面 我会为大家讲解 该图形的 绘制 好,我们新件 文件 首先 我们观察 图纸 首先我们 绘制 点画线 好,我们点击 直线绘制工具 好,我们 选择垂直 输入长度 我们 绘制 一板 好,继续绘制 选择水平 我们输入长度 为80 好 我们选择 线条 点击 鼠标右键 修改线型 我们修改为 点画线 点击 绘制平行线指令 我们首先绘制 54 直线 以及23处 直线 好,我们输入 54 好,点击 直线 好,应用 输入 23 好,确定 接下来我们 绘制 Fy14 好,我们可以通过 绘制平行线的方式 进行绘制 进行绘制 Fy14 两天线 好,我们依然选取 绘制平行线 输入7 好,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该线 没有与 最上面的线 相交 好,我们可以 运用 修剪 打断延伸指令 好,在这里 我们选择 修剪 以及物体 好,选择 该线 好,捕捉 最上面的直线 好,确定 然后我们 绘制 平行线 好 这样我们就 绘制好了 Fy14 两条线 下面我们绘制 Fy18 这两条线 运用 同样的指令 我们输入 9 好,我们 撤销一步 好,应用 我们输入9 好,这样我们就 绘制好了 Fy18 这两条线 下面我们 绘制 圆 我们首先 绘制 Fy24 的元 好,我们点击 原型加点指令 输入 半径 为12 好,捕捉点 我们继续绘制 我们绘制 229 圆 因为 229 圆 与24 之间的距离 圆心距 为5 所以我们 先输入 29 然后 我们需要 选择 相对点 好,我们捕捉 盖点 然后输入 移动长度 为5 好,我们 输入半径 为29 好,我们 删除 原来的 原户 好 这样 我们就 绘制 好了 Fy24 以及 229 元 好,我们 进行简单的 修剪 我们选择 修剪 打断 延伸指令 选取 要修剪的 直线 选取 剪断的 直线 好 同样的操作方法 好 我们选择 分割 删除 好 这样 我们就 完成了 修剪 接下来 我们 要绘制 R24 圆户 以及 R36 圆户 我们可以通过 切户的方式 进行绘制 我们选择 两物体 相切 好 我们 输入 24 选择 第一 相切 图素 与 第二 相切 图素 好 应用 同样的方式 我们 输入 36 选取 第一 相切 图素 选取 第二 相切 图素 好 我们选取 该原乎 好 确定 我们 修剪 选择 倒角 输入 为二 45度 单一 距离 好 我们选取 第一图素 第二图素 点击 绘制 另一线 好 我们 绘制 导角线 下面 我们 需要 绘制 224 以及 24 在这里 我们首先 绘制 一个 与 524 圆乎 通过的直线 偏移 9的辅助线 好 我们 首先 点击 绘制 平行线 我们输入 9 选择 线条 进行 绘制 平行线 然后 我们 需要 绘制 224 以及 24 好 我们可以观察 发现 224 圆乎 其圆性 是位于 φ24 圆性 往下 偏移 9个毫米的 直线上 好 我们 可以 选择 切乎的方式 点击 与 移物体 向前 好 我们 修改 半径 为24 好 我们捕捉 φ24 圆 然后 选择 圆心 所在的直线 好 我们选择 要保留的圆 好 应用 同样的方式 我们 绘制 24 圆乎 我们 输入 半径 为14 选取 229 圆 选取 圆心 所在 位置 选择 选择 保留的 圆乎 好 确定 这样 我们就 绘制好了 R14 以及 R24 圆乎 接下来 我们 要绘制 R2的 圆乎 好 我们首先 将其进行 修剪一下 好 我们 修剪 不必要的 曲线 好 我们同样 选择 切乎 选择 切 两物体 输入 半径为2 选择 第一项切 图素 选择 第二项切 图素 好 确定 好 我们修剪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 掉钩的 绘制 下面我们可以 对其进行 简单的标注 好 我们可以 标注 高度 好 我们重新选择 选择 垂直 调整位置 好 我们可以 选择 标注 圆户 选择 直径 标注 好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 简单的标注 到这里 我们就完成了 综合实例 掉钩的 平面草图的绘制 好 我们 对其进行保存 修改名称 掉钩 草图 好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 第三讲的 讲解 练